如果台湾今天真的是在美国战略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考量 那事实上很多美中之间的矛盾 那它可以对台湾做出一些优惠 但是并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产业 特别是在跟大陆有一些连接的产业 也因为会受到美中的贸易的冲突 而也自己受到一些影响 那看起来就是会有比较有多一些的这个企业 可能会想要回台湾 那这个是过去我们政府可能努力想让他们回来 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不过就是我看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 如果像主持人讲的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达成协议的话 那很有可能我们台湾可以跟美国做一些 有比较更积极的一些做法 这个参与 那很可惜的是 川普他在就任之初就退出了TPP 我们也看到这个TPPPP 这个已经在日本的领导之下 已经就是说通过了 那未来我们要加入 不知道也没有一些变数 但如果美国是在这里头的话 当然对我们有些帮助 给我们第二期目的帮助 我们下车最后一会 收拾不动 我们下车最后一会